我们今天讲Mahabalata 这个特别长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因为我打算 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个连续剧吗 我想给大家放 我怕大家看不懂 而且这两本就是Mahabalata 是印度特别最长的一个史诗 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今天做一个故事梗概 还有人物关系的一个简介 怎么说呢 印度有两部大的史诗 就是像我们中国有四大名著 印度它有两个大的史诗 一个叫Mahabalata 中文翻译成摩和佛罗多 还有一本书叫Rama Naya 罗摩耶那 什么意思呢 罗摩耶那这本书 讲的是Rama这个人 它是一个Rama这个人的一些故事 用日语就叫Rama物语 或者是中文叫什么 罗摩传 你可以翻译成 就是讲的他的故事 而Mahabalata中文 那个摩和佛罗多这本书呢 摩和是什么 Mah是伟大的意思 是伟大的什么 那个 就是英语叫Great 中文 然后巴拉塔 这个巴拉塔是什么呢 佛罗多是一个族 佛罗多族 所以它这本书写的是 你直接翻译就是 伟大的佛罗多族 它讲的是这个族的纷争 就是讲的 佛罗多族两个后裔之间 其实他们两个是兄弟 兄弟之间的 就是这些 争王位的一个故事 然后讲的战争 我们特别有名的 Bhagavagita 中文翻译成 伯家梵歌 Bhagavan Bhagava Bhagava是 你要是翻译成中文 它是士尊 就是尊 它是个尊称Bhagava Gita是师的意思 所以伯家梵是一个词 后面那个歌是送 是师歌的意思 Bhagava是 你像中文 它有的翻译成 什么 什么士尊 就中文 看那个电影 什么的 或者是 它是一个尊称 叫Bhagavagita 它是讲的是 里面全是对话 就是讲这个 摩合佛罗多里面的 Bhagavagita 那本书呢 是选择 Mahavagita 这里面的一个小的片段 特别特别短的一片段 是战争之前的一个 一个 就马上要打仗了 然后 Krishna和Ajuna 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就是 Ajuna特别不想打仗 然后Krishna 就一直在劝他 你要勇敢地站起来 你要 你要战斗起来 就讲的两个人之间的 对话 特别短 但是那本书特别有名 那本书翻译成了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就全世界各种语言都有 然后大家都 都可能 你可能不知道 Mahavala的 但是 大家 大家大部分都知道 Bhagavagita 那边那个 那个特别有名 而 这个摩合佛罗多这本书呢 你看 它是古印度的第一常识 特别特别长 剧长无比 一共十万诵 什么叫诵呢 大家看我跟燕燕姐 那个节目 我们最近讲的也是唱诵 什么是诵呢 就是好像我们中国的那个 古诗 大部分古诗 一首诗是四句 四句我们叫一首诗 它这个也是 基本上四句 是一诵 所以想它十万诵 得多少 多少 多少句 句长无比 然后 罗摩也纳呢 是罗摩也纳的四倍 罗摩也纳就已经很长了 但是它比罗摩也纳长好多倍 就是它 它里面 它为什么长呢 是因为它的叙事的结构 它都是 这本书里面都是 一个故事 套一个故事 就是 比如说像 我们现在在上课 我在上课 在给大家讲罗摩也纳 然后罗摩也纳里面 有个什么故事 它说是这种的 两个人在对话 然后对话当中 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又套一个 这个里面又套一个 是这种 所以它一下就特别长 然后 有一句话特别有名 就是说 这里有的东西 所有地方都存在 就是 在罗摩也纳这本书里面 有的 有的故事 世界上都有 如果这里面没有的 世界上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 所以说你看这本书 特别特别全面 囊括了好多的知识 还有它其实 为什么有名 印度有四大废陀 大家都知道 印度特别有名的四大废陀 然后他们管 那个 马哈巴拉他叫第五 第五废陀 就说明他 印度人 或者说我们说 这些苦修的人 或者是修行的人 把这本书看得特别重要 它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政法 利益 爱 还有解脱 就是一正一邪 然后呢 又战争 又是 各种 特别特别的好 我觉得比 比那些连续剧 排的 我们不能说 他有点像 有点神话的色彩 因为他 就是讲了各种神 然后但是他又讲了那些 争夺王位的那些关系 大家那些 就是特别好看 我们会 而且他里面都是一个一个小故事 每一个人 他都有一个小故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的这个作者呢 叫 比亚萨 中国 你看我写的拼音 我怕我不认识这个字 叫 皮耶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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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广博仙人 就是这个 这个人 这个老头 这个老头 这个人 这个仙人啊 他叫仙人 皮耶索 据说这本书是他写的 他是怎么写的呢 是 Ganesha 就是这个相 相神 相神是谁呢 我简单介绍 相头 这个相神是西瓦 就是 大家看过 大家看过那个相吧 那个西瓦相 一个月亮 然后一个蛇在这儿 蓝色的那个 那个是我们之前讲过 他是第一个优敌 也是第一个古鲁 然后他是印度的武神 他是 他是像 他是他的儿子 就是他是西瓦的孩子 西瓦的小儿子 然后呢 据说是他借助 就是相神 借助这个 Vidiasa 广博仙人的手 然后把这本书写下来的 因为这本书 一直写 开始就不能停顿了 就是 一气合成 中间 他特别长 中间 你想那么长 他是 传说 是一气合成 是这样 一直写下来的 就是把他的笔 都给写坏了 你看相神 大家去印度 或者是看相神的 那个照片的时候 你看他右边这个牙 是一半的 左边是全的 我这个图有点小 这右边的牙 右边的牙是一半 就是说 他在写这个 摩河波罗托的时候呢 把笔都写坏了 写没水了 然后相神 把他的牙掰下来 继续把那本书写完了 所以你看他的 右边的牙 总是半个 是一半的 就是有一个典故 然后这个 这是太阳神 先不用管他 因为我卡那个图 这个我不会弄啊 没事 不用管他 所以说 据说 而且这个人呢 这个Vyasa 这个先人 广播先人 在摩河波罗托里边 也是一个角色 他在里面也有角色的 他出场啊 然后我一会儿给大家讲啊 他那个 待会儿讲任务关系的时候 我们照着图说 这个一会儿你就乱了 因为人太多了 然后你看 这个巴拉塔 我刚才就讲了 他是古印度王族的名字 所以他讲的是 两边 那个争夺王位的故事啊 然后全书呢 一共有十八篇 就是各种篇啊 我没有细说里面 这十八这个字 在马哈巴拉塔 这本书里面 特别重要 他一共有十八篇 然后像我们那个 巴巴巴基塔 也是十八章 而他们最有名的 那个儒巨之战 就是两边打仗的时候 巨 哦巨儒之战 说法了 巨儒之战 打仗的时候 也是打了十八天 所以十八这个数字呢 特别重要 出现好几次 我们 全世界哈 只有两个 除了它是繁语的嘛 它是 就是马哈巴拉 原文是繁语的 全世界只有两 两种语言 就是全部都翻译的 只有一个是英语 第二个就是中文的 像我们多么自豪 因为太长了 没有一个 其他语言 把它完全翻译出来 然后翻译那本书呢 我有啊 我有电子版 大家谁要想看啊 可以 待会联系 我跟你发 那个电子版 电子版 一共 我们翻译成 一共是六部 特别长 我们是 我们国家是 就是我们国家是 先翻译了 Rama那本书 Rama 罗摩耶娜那本书 是基建仁 基建仁老先生 他 他 他翻译的 他先把那本书 翻译完了之后呢 他的学生们 就打算翻译 马哈巴拉 他这本书 但是实在是太长了 我们80年代开始 翻译 一下就历史了17年 翻译了17年 中间这个赵 赵国华 应该我没记错 应该是赵国华 赵国华 他还中间去世了 然后那个又换别人 继继继续翻译 是金科目先生 他 他发起的 然后就是我们连续 就像这些老师 金科目老师 赵国华 还有黄宝生 席地庄 就是这些我们国家 早一代 对繁语 对印度 哲学 有研究这些老师 17年 连续不停地翻 翻了17年 才翻完 然后呢 就是有的人说 有这个一个人 如果去印度旅游 你看到了一切东西 除非你可能看见了 但是你可能不明白 为什么印度人 是以这种生活方式 为什么他们这么讲究 带那么多首饰 然后就各 做各种祭祀 或者是做普加 为什么有这些事情 其实 大家看了 Mahabalata 或者读了 罗摩掩纳之后呢 你可能就明白了 就是说这本书啊 特别的全面 然后他和印度文化 联系在一块 然后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它是其实是一个 就是后裔争夺王位 王权的故事 你看 其实就是这两个人 你看一个人 一个人 这个中文翻译成 他的名字 他是老大 他翻译成 持国 Dritarashtra Dritarashtra 他翻译成持国 他是长子 持国 他天生目盲 看不到眼睛 然后呢 第二个儿子呢 叫 潘渡 就是中文翻译成 班渡 班渡王 班渡王是老二 由于这个持国 他天生目盲 所以 他 就是印度的这个王权 跟我们中国以前古代 是一样 是世袭制的 应该是长子 长子做国王 因为他看不到眼睛 所以他们有那个 典籍吧 就好像也是那种书 里面写的 因为他 他目盲 他看不到别人 所以别人 就是好人换人 他看不见呀 或者说 他 可能持证 有困难 所以大家有反对的声音 所以他就没有当成国王 就由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 特别白 他也 眼睛 其实他们应该是三个人 应该是三个人 但是 我一会儿就给大家细讲 后来就由他的弟弟 当了国王了 但是他的弟弟 当王之后呢 又死了 就是他中途 因为他受到了一个先人的诅咒 然后呢 他破戒了 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 这个持国 他有一百个儿子 因为他的太太 他娶的那个太太 受到了神的恩赐 所以他有一百个孩子 他的长子叫奸战 他那个长子特别想 就是当班渡 就是班渡死了之后呢 他班渡有五个孩子 就是班渡五子 这五个孩子呢 年纪特别小 不能继承 不能继承他父亲的王位 所以他由他代理 就是由他长子 他本来不应该当皇帝 但是没有办法了 本来其实还有一个儿子 但是那第三个儿子 是弊女生的孩子 所以不是 所以他做了国家的叫什么 像吧 就是有点像国师 就有点像我们国家 就是他是司法部门 就是他 他坚守法律 然后就是有点像 他那个职位叫什么 叫国相吧 好像是 应该是叫什么 就是那样一个职位 在国家也是很有名 但是没有 没有继承 就是没有让他当太子 没有让他继承皇位 所以那个老三不行 然后就让这个老二 当了皇帝 但是他又死了 按理说 应该是他的儿子 来继承皇位 但是他儿子年纪特别小 所以让他代理 他代理呢 但是他的长子呢 就很想当 因为是世袭制的嘛 他的长子兼战 就很想当 继承他父亲的皇位 然后所以就是 这个我们特别有名的 那个巴伽巴基塔 就是还有就是 特别有名的 那个巨奴之战 就讲的是这两个 他的后代 他的这一百个孩子 班渡族 班渡族这五个孩子 和巨奴族这一百个孩子 之间的战争 主要就是这个故事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 他那个 我有 我找了一个图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他们之间的那个 我那个图哪去了 就是人物关系啊 然后顺带我说 我把重要的 主要情节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实在太多了 主要情节我说一下 然后到时候 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 有哪个故事 大家再给 我给大家再讲 把图放大一点 我从头说 特别长 你看这个是中间这两个人 主要讲是他们 他们之间的 我从这开始说 不是这个图 等一下啊 我有一个写名的 我怕大家这个名 因为都是 对 我有写 因为都是那个 繁语 一会我怕一说说 你就乱了 是谁了 首先我从头说 就是故事起源 就讲的天上 其实有八个神仙 他们下凡玩的时候 看到一个牛 特别喜欢 就很想要那个牛 然后 但是那个牛呢 是急于仙人的牛 所以本来他们知道 不应该要那个牛 但是 但是又很想要 所以他们就偷了 急于仙人的那个牛 然后呢 就得罪了急于仙人 急于仙人 他有神通 他就知道是这八个人干的 所以他就诅咒他们八个人 说你们八个人 要去 要下凡 就是就经历人间苦难 然后这八个神仙 就慌了 说怎么办呀 那个我们要下凡 经历苦难 然后他们就找到了 尴尬女神 就是现在我们说 那个尴尬 叫恒河 印度恒河 找到恒河女神 然后就求他 说我们能不能投胎 做你的孩子 然后让我们来 那个 不要经历那么多苦难 然后呢 这个恒河女神 就求到了恒河女神 然后恒河女神就做了这个 他呢 他就做了 那个这个 扶身王 扶身王在打猎的时候 遇到了恒河女神 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他是恒河女神 他就遇到了一个女子 特别喜欢 就娶了他 做王后 然后 但是恒河女神呢 说这个细节给大家讲吧 现在讲吧 那个恒河女神说 你要想娶我可以 但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你不能质疑我 就是我做什么 你都不能 你都不能质疑我 第二个 就是你不能问我问题 你问我什么 我都不会说了 你不能问我 第一个是你不能对我有质疑 第二个你不要问我 怎么 就是不要问我 不要向我提问 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国王就答应了 他们俩结婚之后呢 生了孩子之后呢 这个恒河女神 就把他的孩子 放到了河里边淹死了 然后呢 又生了一个又淹死了 又生了又淹死了 这个扶身王就 就不能问 因为他们俩有约定 就不能问他 他后来一下 就是一直到 生到第八个人了 然后呢 就是 就是他实在是憋不住了 他就问了那个女神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把我们的孩子都淹死了 然后就铺了这个戒了吗 就是你不能问我 这个时候啊 那个恒河女神就说了 其实我 其实我是恒河女神 我是为了让他们 因为这个人 就是他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呢 他就转世了 他就不用经历人生痛苦了 其实他是在帮这个八位仙人 赶快转世回去 回去 继续做你的神仙 然后这个 可是就是到第八个 所以这个第八个孩子就没有 就没有被淹死 但是恒河女神说 那个 你已经打破我们的约定了 我现在不能再跟你做王后了 然后后来他就带着第八个孩子 就是这个B什么 当时他还不叫B什么 他叫什么名我忘了 中文翻译成天使 他就带着这个孩子走了 他说我把这个孩子养大之后 等你带回来 然后呢 后来这个佛神王就特别郁闷 就特别苦闷 因为他特别喜欢那个尴尬女神 甘明就走了 然后呢 他又过了好多年 他又喜欢上了一个女的 也是在打猎的时候 就是这个 叫Satyavati 她是渔王 是渔民 渔王的女儿 他特别喜欢她 就想娶她为妻 但是呢 但是这个渔王的女儿 她的父亲 她也想嫁给她 但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因为说你有一个海 你之前跟刚刚女生 有一个孩子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天使 他人气特别高 长得又帅 然后又魁梧 又善战 然后就是品行又特别端正 他在他们国家 而且他又是长子的 他在他们国家 人气特别旺 说我跟你结婚之后 我的孩子就会做你 你儿子的子民 去为他战场上打仗 说我不能那个这样跟你结婚 除非 除非我是你的王后 然后呢 我的孩子能做国王 能继承王位 否则我不能跟你结婚 就是那个 她的父亲 不是她 那个电影 电影里面演的是她 但其实是 其实那书里写的是她的父亲 说你要想娶我的女儿 除非你让她的孩子 能够继承王位 然后这个福神王就觉得 这不理 就是不符合理法 然后她就没同意 她就走了 但是在中日就很郁闷 吃也吃不下去 睡不着 想这个女的 就是特别郁闷 回忆之后呢 吃什么也不香 也睡不着觉 然后也就特别郁闷 然后她儿子呢 就是这个天使 特别孝顺 就看出来了 说爸爸父亲他怎么了 他父亲不说 怎么也不说 后来 后来别人告诉他 说好像你父亲 就是因为这个女的 插不似散步枪 然后他就去找 找这个渔王 就说你为什么 不让女儿 嫁给福神王 荣花富贵什么什么 好了 他说那个 因为 就是把这个原因 就告诉他了 然后他就 他就在 他又发誓了 就是说 那好 那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我的父亲 就是 就是受这么多苦 那我宁愿 启示 我终身不娶 就是终身 终身不娶 然后我也不继承王位 我终身将 就是守护我们的国 国家 不继承王位 有你的孩子 继承王位 他发了毒誓了 然后发了毒誓之后 他父亲特别感动 然后 然后他的父亲 就给他改名 就改成了 Bis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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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特别感动 然后 他跟他结婚了 生了两个孩子 就这两个孩子 这个一个叫 就中文 中文叫花枪 一个叫起舞 我们翻译成这个 这个这两个孩子 一开始是他继承了王位 就是这个长子继承王位 特也是 就是挺挺善战的 因为 这个Bishma 就是教他嘛 就把他培养成继承 因为他继承不了王位 就培养他 他真的挺善战的 然后品行也端正 但是死在了战场上 然后呢 他的老二 就是这个孩子 你看这个照片 你就能看出来 不务正业 特别喝酒 成天惹事 然后 暴毙死了 也是刚继承王位 不久就死了 他这个 他娶了两个太太 他 我看这图里有吗 没有 他其实娶了两个 两个 他其实当时是娶了丧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 他死了嘛 就印度好像 成家立业 就是结婚之后 才能当王 传统是这样 结婚之后 你就成了 才能当王 然后那个 Bishma 就是他这个 就为了他们操心 然后呢 就是 这个王后就说 就是没有 没有 王位不能空啊 我们 他又死了 只能是他 他继承王位 然后就赶快让他 去 就灵国 看有没有公主的 让他赶快结婚 然后呢 那个 让他继承王位 所以这个Bishma呢 就到邻国 去给他 也是 他们那会儿 就跟我们有点像 鼻鼓招亲那种 就是因为印度 当时可以 一妻多夫 也可以一夫多妻 所以印度古代 所以他就娶了 他就从邻国 带了三个姐妹回来 就是一下给他找了仨 三个媳妇 娶了仨 但是在回来的路上呢 有一个 有一个女的 就是她叫 树发 那个 她应该是老大 她其实当时已经 看上别人了 就是她说 我其实心有所属了 我不能跟你去 嫁给你们国王 那个我想跟别人结婚 然后 皮肤膜她 她特别心软 在路上就把那女的给放了 那女的就去走了 可是那女的回去之后 到了 那个到邻国之后呢 然后他们国家就觉得 你看你都跟他们走了 然后 而且那个 又 就等于 就等于你都已经嫁给别人 虽然还没到 他们国家 但是你看 就各个国家都知道了 你已经取配给别人了 你又回来找我 然后那个国家 也不要她了 他们本国呢 也不要那个女的了 就等于那个女的 没地儿可去了 然后她又回来了 她又回来去找 皮肤膜了 可是她回来之后呢 就一身怨气 就说就是因为你 你看你把我带走了 本来我应该很幸福的 嫁给别人 是国王 我又特别喜欢 那个国王 就是因为你把我带走了 那个什么 我现在无家可归了 然后一气之下自焚了 那个女的 而中家还有个小故事 就是她找到了 鼻式膜的师傅 持斧 持斧罗摩 她就跟持斧罗摩许愿 就说你要替我惩罚 惩罚鼻式膜 就因为她让我这么痛苦 然后她就 窜了 我们俗话就是 她就挑 也不能说挑逗 她就想让她的师傅 持斧罗摩 给她 主持公道 然后她跟持斧罗 持斧罗跟她就打起来了 结果持斧罗也打不过她 然后她一气之下就自焚了 就是那女的 竖发就自焚了 就说我一定 以后你一定会死到我的手里面 死之前 就诅咒 诅咒 鼻式膜说 你以后一定也不得好死 结果真的在战争之后 我一会给大家讲到战争的时候就说 她真的就是死到那个女的手里了 她女的那个 就是转世 转世投胎那个化身里面了 然后后面她就娶了那两个太太吧 娶了那两个太太之后呢 还是她刚上朝 她刚主政没多久 她就死了 暴毙了 所以你看又没有 这个花枪 花川 花川叫花枪 这个字叫念什么 就是她老大哈 没有子嗣 然后老二也没有子嗣 这可怎么办 然后那个就是又没有人当国王了 这可怎么办 然后她就希望 因为以前也就是有一个叫什么 有一个传统哈 就是能不能 然后这个王后就求 就去求那个鼻式膜说 你看你能不能和其武的两个遗孀同房 然后让她有了后代 然后我们好有人继承王位 你看这没有人继承王位 又没有人继承王位了 然后她说不行 我已经向我父亲 就是扶神王那个 启示了 我不能 打破我的 我的誓言 我终身不娶 终身不做国王 我要服侍 服侍我们这个哈 所以这个鼻式膜操碎了心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然后她就后来突然想起来 她之前在和扶神王结婚之前 有一个私生子 就是我们这个作者就 作者哈 就是这个角色出现了 就是这个Viasa 她是一个仙人 她和另外一个仙人 生的私生子 但是她仙人苦修嘛 就在深山老女里边苦修 然后她就去找到她 说你能不能就是 印度有这个传统哈 因为苦修人 就是叫仙人 就是能不能帮忙 跟我们的两个遗孀同房 然后让我们 我们没有子嗣了 就是国家没法延续了 而且她又是她的私生子 他们有这层关系 然后她就 然后她就同意了 她回来之后呢 就和两个 两个 两个 那个 就是和她两个遗孀同房之后呢 就因为第一个海 你看 就是你看 她为什么 她为什么眼盲 因为她 你想她是苦修 在身上里面 特别臭 又脏 你看 这照片画挺好的 就跟剪破烂的一样 就是那种 就是你想她在外边 那种 要饭 然后打坐 特别揍 特别臭 特别脏 然后所以她跟她的时候 圆房的时候就没有睁眼 那个大老婆没有睁眼 然后她又生气 诅咒她说 你的孩子 生出来的孩子是目盲 你看生出来的就是目盲 然后第二个 她第二个太太呢 特别害怕 下了脸特别白 所以第二个孩子呢 你看她就特别白 生出来的孩子就脸白 所以两个人都不大正常 生出来两个人都不大正常 然后呢 她又说 哎呀不行 你看我们生这两个孩子 一个目盲 一个全身煞白 因为印度是那种 就是那种 肤色啊 就觉得她俩都不正常 不行 那她又 她又 她又 她又说 跟她那个第二个 第二个小老婆就说 你不行 你再跟她再生一个吧 你看这两个人 怎么当国王啊 然后呢 可是她跟那个小老婆说了 第二个太太说了 但这个太太太太太吓人了 她不想跟她在冤房 然后她就和她的那个 侍女 让她侍女 跟这个 Viasa 在一块 又生了一个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说最后那个 就刚才我提到的 他们兄弟其实三个人 我这里边没写 就是她那个 就生了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是正常的孩子 然后但是她 她也品行特别端正 因为 因为据说哈 印度的四个废图 都是这个Viasa 她写的 说她那个 就很有知识 生了她 但是她也不能当国王 所以呢 就刚才我说的这一串 后来班渡不是当了国王的吗 但是班 这个班渡 她受了诅咒了 她怎么受了诅咒了呢 她 她有两个 她娶了两个太太 一个是这个 Kwanty太太 这个 还有一个 这地方也没有写啊 就是这个 Mardley 就是这个 她怎么受了诅咒呢 她去别的国家 打仗的时候呢 回来的时候 在森林里边 射到了一头鹿 然后那个鹿呢 是仙人变的 那个鹿 那个鹿 那个仙人变成鹿之后呢 在玩cosplay 她为了和她的太太可以原防 她们在森林里边 她变成了一条鹿 然后正好被她给射死了 然后那个仙人在死之前 就诅咒她 说那个 以后你今生今世都不能碰女人 你如果刑防的话 你将暴毙 然后所以她就不能生孩子 她又生不了孩子 你说这多喘的 多喘的王朝啊 国王又不能生了 怎么办呀 然后后来 她的那个 还好她娶的那个太太 因为当时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她以为又不行了呢 她的太太 就是这个 她之前因为苦修 受到了那个 之前的一个 仙人的一个祝福 就说 我送你一个mantra 我送你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咒 送一个mantra 你读这个mantra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招来天上的一些神仙 她给你赐一个 就是由她身体能量 带有她身体能量的一个孩子 你说这个mantra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孩子 就是天神会下降 天星会降临 然后给你一个孩子 后来呢 当时她班都不知道啊 后来她知道了 然后所以她 她的这几个孩子呢 都是她唱 就是她说这个 她说这个mantra得到的孩子 但是她在和这个班度结婚之前呢 因为她得到了这个mantra 她不知道是真的是假 她说这个仙人是不是骗我呢 她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然后她又自己试了一把 我先念一个看看 是不是会有神仙降临 天神降临 然后她就对着太阳 念了这个mantra 然后结果太阳神就来了 给她吓坏了 然后太阳人说 非常感谢你来对我的召唤 然后就给了她一个孩子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kana kana这个孩子 就给了她 就说那个 就说你们能不能不给我 我还没结婚呢 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我还是处女 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而且对我的国家 对我的那个王国也是 对我的父亲蒙羞 我不能要这个孩子 她说那不行 你念了就必须给你 她说因为仙人的能量特别大 我不给你 我也会受到仙人的诅咒 我不能不给你 我也不敢不给你 就给她了 可是给她她也不敢要啊 然后她就把这个孩子流放了 放在河里边 就给扔了 其实就是流走了 然后这个孩子呢 就就就被一个车夫捡走了 然后所以这个孩子 是太阳神的孩子 到后面这个孩子 跟他们 我到后面再跟你讲 所以然后他跟版度 他就就是唱 就是念这个mantra 得到了这几个孩子 就是一个是 长子兼战 就是这个yama yama这个神 是正义 正义之神 有了yama 然后他又念 又念咒 念了这第二个 bima 力大无穷 这个bima 是value 是封神 value 封神 然后第三个 Ajuna 我们很有名 就是Bhagavagita Bhagavagita 就是Ajuna 和Krishna 两个人的对话 然后第三个神 就是这个 三个雷神 Ajuna 然后后来 他生了三个以后 其实他 他们俩 他还想要 就是要两个孩子 因为当时呢 持国已经白子了 他就觉得说 我们这个孩子 怎么可能跟他们抗风呢 他就想再多生 刚刚是 后来就想再多生两个 然后这个Crunch 特别心机善良 就说 你看我们都有三个孩子 他娶了第二个 太太没有孩子 就说 要不然我把这个 周交给他 然后让他 也有两个自己的孩子 然后他把这个周交给他了 Mantra学会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 他特别的 那个 他交给他之后呢 他很 他有点私心 书上 有的书上是这么写的 当然各种 各种版本都有 就好像就是他 他耍了个心眼 就是他想的一个双子星 所以他生出来 是个双子 是个双胞胎 所以这个就是 班杜五子 班杜五子是太阳 就是 就是 就是这几个 神仙 次的孩子 其实是化身 次的孩子 其实应该是六子的 但是这个 这一个孩子呢 是他跟他结婚之前 就是扔了那个小孩 然后这边呢 池国呢 这边 他 你看这个女的 他是蒙眼的 他一生都蒙眼睛 他为什么蒙眼睛 他以前 他以前其实是不蒙眼的 但是他在结婚之前 知道自己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丈夫 天生暮忙之后呢 他就放弃了自己 看这个世界的能量 能力了 他就说 我 我想 我觉得我的 我的 我的那个 就是我的丈夫 没有 看 看到这个世界的权利 我也不应该有 所以他就自己 把眼睛蒙上了 然后 所以他一生就 就 没有 没有 他就蒙着眼睛 所以他俩都是侠子 你想 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给他气坏了 就是给这个国王气坏了 我本来我就看不见了 你还蒙上眼 你是不是羞辱我 就是给他气坏了 他娶他也是因为 他当时 就是西瓦 我们上边 这个上边 没有 有没有 没有那个西瓦 那个头 也是得到西瓦的 他苦修 得到西瓦的祝福 然后西瓦说 你就可以有100个孩子 所以他 这100个孩子呢 其实他 其实当时 就是还没有足月就生了 生了出来 就是一个大肉瘤 然后就100个 100个蛋蛋 100个小肉瘤 然后100个小肉瘤呢 就找到了 就是这个Visa 就他把它放在罐里边 从罐里边出来的 就100还一下生出来的 然后第一个孩子 叫南迪 南迪 就是南迪 Driyutana Driyutana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 然后中间 就是有 就是白子 都是男孩 有一个女孩 就是当时好像 他在许愿的时候 跟那个西瓦许愿的时候 许愿 就是西瓦跟 说是他白子吗 他说都是孩子 其实我想想女孩 其实里边有一个是女孩 生还全是男孩 男迪 所以这个 所以你看啊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后来 就刚才我说了 他 他有 他因为他破了戒嘛 就是他 他和他的第二个老婆 就是 圆房了之后 他就暴毙死了 然后呢 呃 死了之后呢 他们因为这些 就是 就国王又空出来了嘛 所以他又代理国王哈 他代理国王之后呢 生了这个男 就是在他这些孩子 成年之后 理应把这个王位给他 就是给奸战 给他这个长子 但是他这个 他这边这个长子不同意 就使坏哈 他怎么使坏呢 我重点的这个情节 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实在是 故事太多了哈 他就是 你看 他 他造了一个房子 就是那个 用塑胶哈 然后把这个房子 上面涂碗的塑胶 他骗这些人 就是骗这五兄弟 其实还有一个黑公主啊 黑公主 黑公主是他五个兄弟 共同的妻子 这也是有个故事啊 我就 特别长啊 我就 本来 本来他是 阿朱娜的妻子 呃 这个太长了 我就不给大家讲 到时候看那儿 我再给大家说哈 呃 他就是因为他 哎呀 他是他们五个孩子 五个人的妻子哈 然后他本来是 阿朱娜的妻子 为什么呢 嗯 他 哎呀 这个就是他 他是比武招亲 赢到了黑公主 哎呀 就是就是你看 我 我一会再说哈 太乱了 就是他 然后他点 他就把 他骗这五个兄弟 和他有他妈 骗五个兄弟 和这个crunky 他们几个人 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他从外面点了一把火 把太阳把他们都烧死 但是呢 之前还好有人通风报姓了 然后他们几个人 从地道逃出来了 就就逃走了 逃走了之后呢 就隐姓埋名逃走 他就知道 南帝想知他们的死地 然后他们 因为父王又死了 然后他一个 他一个女的 他带他们几个逃走了 在逃的途中呢 就是就是阿珠呢 就就 他们你说也是凑热闹 还参加了比武招亲 然后他他娶了 这个黑公主 回来的路上 因为他们住在外面嘛 每天去 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大家有了食物之后 就大家互相分着吃 然后他们在外面 敲门的时候说 妈妈你看我们 今天给你带回来什么呢 他妈妈以为 给他带的是食物呢 跟以前一样说 你看不管你有什么好的东西 你都要跟你的兄弟们 分分食 分分享 你不要自己自私 然后结果 其实师太 这是媳妇带回来了 结果 可是他妈的话 已经说出来了 不能收回去了 反正他们五个人 都挺喜欢他了 就一起娶了他 但是这个 这黑公主 他们家 他们国王很有势力 娶了他之后呢 他们就有底气了呀 所以他们五个 就杀回来了 就回国了 回来之后呢 就说不行 你要分我们一半的土地 然后当时 这个 这个 这个南帝 和他也是老国王 他们其实就分了他 一半的土地 但是这一半的土地呢 都是那种贫瘠的土地 特别不好的土地 就是分给他了 分给他之后呢 可是他们五个人 就是勤勤恳恳的 然后 就把那个 那个半个土地 也弄得特别好 然后他就嫉妒他 就嫉妒他 就又想给他使坏 其实就是和他的小 应该叫舅舅吧 就是他的哥哥 就是这个持国的太太 他哥哥 叫什么 沙格呢 好像叫 沙迪 叫什么呢 沙 沙格尼 好像叫 好像叫沙迷 叫什么 我忘了 好像叫沙格尼 那个人 就是 就是他 这个老大 人特别好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什么都好 也很正派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爱赌博 爱玩 玩 玩 只骰子 然后他 知道他这个缺点之后呢 他就和他的小叔子吧 应该叫什么 舅舅还是什么 就是他们两个人 就 就把他给骗了 把这几个人骗进来 其实就是耍老千嘛 跟他赌博 结果他就是 就赌 赌博人都知道 你越玩越上瘾 越玩越上瘾 越输越想玩 越不输 最后他把 他把他几个兄弟们 全给 他把他的土地输了 把他的兄弟们都输了 然后把他 他们共同的妻子都输了 所有的都输了 你知道最后特别难看 就是南迪 就是 就是 所有人都输了 实在不能收场了 太难看了 然后 而尊就出现了 就是 就是那个 制止了 制止了他们 就说你们不能这样 太难看了 才停 才停下来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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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后来就说 那不行 你不能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你不能让他 我这白玩了 我这个 我这个圈套 我白设计了 你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 然后他说 那不行 那那那那个 你们现在都是我奴隶了 你们就把他们几个 给流放了 流放12年 到第13年的时候 你们可以回来 但是不能让我发现你 如果我第13年 发现你们之后 你们还要再继续流放12年 所以这 这几个兄弟就被流放了 流放12年之后 到第13年 他们就 他们就回来了 他们躲到了 就是邻国 躲到了邻国去 这个黑公主呢 黑公主做了 那个国王女儿的 什么贴身侍女 然后他们各个人 就是藏在他们国家里边了 藏在里边了 就是他 他就是什么车夫啊 什么那个 有当车夫的 然后还有那个厨师啊 就是在后厨 然后特别逗的是 那个阿珠娜 阿珠娜太精了 阿珠娜变成了个女的 阿珠娜变成了舞蹈老师 阿珠娜变成了他们国家的 化身成了一个女的 变成了他们国家的舞蹈老师 然后就肯定找不出来了 然后最后呢 到第13年的时候呢 最后怎么被他们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呢 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有 这个黑公主 他不是变成了 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贴身侍女吗 然后他们有一个 他那个 那个公主的哥哥 看上了黑公主 就就很想调戏他 很想娶他 然后他 他就不想 他不能 因为他已经是 他已经结婚了嘛 他说他也不能说 然后他就告诉了 B马 B马 B马就生气了 然后他就说 那个 那个 等那个 那个 他约你的时候呢 你就去 然后晚上时候呢 就把他约到了 应该是舞蹈教师 就说你来 我在这边跳舞 你来 那个 那个没关系 结果B马就 换成了他的衣服 然后等他那个 那个王子来的时候 他把那个王子给打死了 就是失手 把他打死了 然后就差一点 露馅了嘛 就是中间 还有这么一个插曲 那个公主 人特别好 就说那个 就没跟他 因为毕竟是国王嘛 中间还折腾 就是好多事 然后后来 差一点 差一点就被 就被发现了 还好坚持到最后一年 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在返回的途中 就是返回途中呢 他又遇到了 就是比 好像是他们之间 有什么比剑 就是遇到了这个 这个人 这个卡尔纳 其实他们不知道 其实他们都是兄弟 因为都是这个 同母 同母的兄弟 他是太阳神的儿子 但是他们不知道 然后跟他就比剑 所以这个阿珠娜 就奚落他 就说 就是他好像是 他俩都是剑法 特别的高潮 阿珠娜就奚落他 说 你是个车夫的儿子 你怎么能学剑呢 然后就反正 就是诋毁他 然后也是因为 印度的等级制度 然后他就特别的伤心 正到这个时候呢 南迪出现了 然后南迪说 我看得起你 你过来 你过来给我帮忙吧 然后他就入到了他的门 就是收到他的账下 然后给他做了 我们就说将军还是什么 就给他帮他 进入了他的阵营 所以你看 然后他就特别感谢他 就是其实特别感谢他 然后一这样的话 你看他们不就暴露了吗 说啊你看我发现你们五个了 然后呢 其实当时时间已经过了 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就是那个12年 但是他又不承认了 就说 就是我发现你们了 然后说 那就管他要土地 就说你看我们12年 旅行承诺了 12年都没有发现 第13年也过了 你应该给我们 哪怕每个人 给我们一个小的国家 一个小的城市 也不会让我们有个立足之地 我们五个兄弟没有地儿 然后他就特别怀 他说 他说我连针尖的地儿都不给你 针尖的地儿都不给你 然后给他们逼急了 就要干仗 就要打仗 在打仗之前呢 其实他的妈妈们 就是找到了这个他 就找到他那个老大 就说 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你们不要打仗 你不要跟他 因为他是特别有 他是善战嘛 他剑法特别的 太阳神尔的 剑法特别的 特别的棒 然后就说 你不要跟他们 跟他一个阵营 南迪不是一个好人 你看他出尔反尔 他品行不端正 你不要跟他一会儿 你跟他们一会儿打仗 但是他对他特别感激 提灵了 因为只有他 瞧了几条 他一直都觉得 自己是车夫的孩子 然后 雄怀大志 但是 吴蒂尔没有人 能够 能够 让他有用武之力 然后就 他特别 他跟南迪真的是 死心塌地的人 他就没有听他妈的 他就 他就还是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大战 就是巨颅之战 就是巴格瓦基塔 巨颅之战就开始了 就开始打仗了 这个战争呢 一共打了18天 其实前8天 都是这边 你想啊 你想 他们5个人 什么都没有 他们只有 只有这个 Krishna Krishna是 Ajuna的那个车夫 就是 就是跟他一块 在帮他驾车 那个人 是Krishna 巴格瓦基塔 就是他们两个人 在那个 车上的对话 就他不想打仗 因为你看 都是叔叔大爷们 是吧 都是你们家人 战场上 都是你们家人 还有他们的 他们几个人 小的时候 一起长大的呀 一百个孩 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小时候一起长大 而且他们的老师 都是一个老师 你看 就是 那个不想打仗 然后Krishna就劝他 你必须要站起来 然后 反正就是 他们两个的对话 就是我们 特别有名 那个巴格瓦基塔 就打起来 前8天都 你想 你看这边 又是 逼马特别 特别牛 逼马特别能打仗 他 他是 你想 他是横河 横河那个 战务不胜 横河女神的儿子 然后有男敌 也很厉害 然后加上有他 他们这个阵营 一开始 特别特别棒 但是 前面我讲了 就是那个 竖发那个女的 就是他娶了三个 一个被放走了 那个 就是诅 诅他竖发那个女的 他的 他轮回转世 因为他怎么也打不过他 后来是怎么 怎么把他 把他们这一下就不行了呢 就是 阿珠呢 藏到了 竖发的身后 因为 逼马他 他不打女人 而且他知道 他有愧于竖发 就是他的前世 有愧于那个女的 当然虽然这一世 是他的手下 一个士兵 但是他前世 他知道 是他 然后呢 他就不打 他就不打 那个他那个士兵 他 阿珠呢 躲到他的身后 给了他一剑 背后给了他一剑 然后就把 李世摩打死了 然后就乱剑齐发 就把他给打死了 然后他死的时候 身上全是剑 插的剑 就是特别惨 就是那插的剑 在那个地上 他要拔剑 大家要说 我们赶快说抢救吧 然后把说 帮你把剑都拔下 他就说 他说我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战士 我能死在战场上 是我的荣耀 不要拔这个剑 然后呢 把那个 应该是男敌 还是谁啊 还是 就是把那个 他头 应该是这样的 头一直冲后吧 然后让三个剑 立起来 让他头能跟着起来 然后他就说 他在死之前 就劝这两个兄弟 就劝这个 就说你们俩别打了 就说你们俩别打了 自相残杀 我们都是兄弟们 你们别打了 然后就是劝他俩 不要再 不要再战争了 就说那个 在黄昏的时候 点把火 就是让我和这些剑 一起一起分烧 然后逼马就死了 从那以后 这些阵营就有点垮了 他们就不行了 后面就是 他们一直战无不胜 但是特别惨啊 这个没有 其实战争 特别惨 就是持国 这99个孩子 全都死了 死在战场上了 然后阿珠娜的儿子 特别英勇山战 长得也特别帅 也死了 阿珠娜的孩子 他当时就是 他跟他的老师 学了怎么 深入敌 敌军 就是到敌人 就是在他们 敌军不是有各种阵营 就是各种 战 阵 他学会了怎么进去 然后这些人就说 说你进去之后 我们给你 我们给你 跟着你后边一块进去 帮你到他们敌人的 什么 那个心腹的地方 跟你一块打 结果他进 结果阿珠娜的孩子 就这个 他儿子跑太快了 后边人没跟上 然后再加上 他们那个阵营 也很厉害 结果就剩他一个人 进去了 后边人都没进来 然后他想出来 也出来了 就完蛋了 结果阿珠娜的孩子 这么英勇山战 本来就死在里面了 也死了 阿珠娜也疯了 他也疯了 然后就 就打 就是最后都杀红眼了 然后最后这些人都死了 就剩了南迪 就是剩了老大自己一个人 他怎么活过来了呢 他藏 他藏在湖底上 他多精 他藏在水底下 有一个芦苇 是那个芦苇能够喘气 他藏在芦苇里边 后来被发现了 然后也 也把他被发现之后呢 就 就就他们几个兄弟 就打呗 结果把他也给 也给 也给 弹掉了 然后他们 他 领首领干掉 但是一些士兵 你看他那么多人 当时是多少人 人特别多 他的士兵 这要首领死的时候呢 就是 心不甘 然后就趁到他们阵营 在睡觉的时候 就是那个 趁到他们睡觉的时候 潜入到他们阵营里边 把他们的士兵 也给奸杀了 就所有 而且他们兴趣 是他们这几个人 没在 他们几个人没在 所以他们已经活下来了 你看 其实最后人都死了 卢聚之战的战争 就是等于这几个人 活下来 然后奸战当了国王 但是他当了国王之后 他特别悲伤 因为死了那么多人 而且他那些兄姐们都死了 他特别难受 特别难过 然后他就把他的 因为那个 他们几个都没孩子 阿朱纳的孩子 死了吗 就传给他的孙子 他就说 他就把他的王位 传给了阿朱纳的孙子 然后他呢 他和他几个兄弟 还有他的黑公主 他们几个人一起的 这个太太 去了喜马拉雅山 就是 就是寻求心灵的解脱 去喜马拉雅山 想要去苦修 但是在这个路上呢 也是走一阵就死一个 走一阵就死一个 其实最后走到喜马拉雅山 只剩了他一个人了 他还有一只狗 还有一条狗 然后呢 就是最后 到最后的最后呢 那个 就是西娃 还有那好多神灵就降临了 就说 那个 你不能 也是你不能进来 就是你能来 但是你的狗不能来 然后呢 他说不行 我的狗要进不去 那我也不 我也不愿意去到天堂 其实对他是一个测验 是一个实验 然后那行呢 然后只有他跟那个狗一块 进了天堂了 然后他到天堂之后呢 就看到了这些人 就他的一些师妹们 其实人家早在了 这个是大概其 这个完整的一个故事 中间还很曲折 还有好多小的一些 小故事呢 咱们到时候讲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 这就是这个大概其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故事 特别长 马哈巴拉他 我们一点点说 中间还有好多小的 那个 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而且他的 我为什么想看 那就是中间 他的对话特别好 特别精彩 很有哲理性 就是 而且他中间 好多小典故 就很 要不怎么管他叫做 废陀呢 第五废陀 废陀是知识的意思 就是特别拥有智慧 他的 这些一些对话 就特别那个什么 挺好的 我们 我争取啊 他因为他 那个 以后就是 我想因为太长 不可能每一集都放 把重点的放放 然后呢 有些略的地方 我给大家讲 因为有些地儿 他可能也跟 原来书上写的不一样 哎呦我的妈 终于讲完了 然后 今天就先这样啊 然后 对 然后今天最后一节课了 然后下个月呢 我想跟大家 那个上 我们好长时间 没有讲体试了 所以我想下个月 我们讲一次体试 我想下个月把那个完成序列 从就是尖道力的那一串 给大家讲一讲 尖道力 哈拉桑 还有什么那个 就是最后 就是尖道力那一串 讲一讲 下个月 呃 下个月 那个提示 提示金奖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个通知哈 那个我想去安泰寺 进修 应该是五天哈 这一次 我想我 我可能 做不了五天 时间太长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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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 最后三天 我去 所以就是下周五 周六和周日 然后周六和周日呢 让小蕾给大家 上口令课 周六是75分钟的课 周日是一个小时 就是我们 那个一个半小时的 完整第一序列 周五没有课 但是周四早上 我们周五的课 调到周四早上 周四早上有那个 呃 mysore mysore 所以周四呢 就是早上和晚上有课 因为我周五那天 走得特别早 可能就来不及 给大家上课了啊 然后星期日回来 星期一就照常了 嗯 课表我一会下了课 我到时候排出来 发到群里边啊 然后就是这个 别的 嗯 没有什么了 然后唱颂的课 到时候大家看 那个课表通知 还有那个 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晚上 到时候给大家 讲故事这个 晚上 曼哈巴拉塔 这个也到时候看通知 嗯 不定那天晚上 我看我有时间的时候 嗯 给大家放 下个月就是这个安排 然后12月份的时候呢 我跟燕燕姐 想开一次那个 公开的 公开免费的课 所以 也是个周六哈 大家就来上那个课就行了 我们那天 我跟燕燕姐一块上课 然后大家有朋友什么的 对于家感兴趣 也可以邀请一块参加 呃 我想 因为我们正好一年了 都快啊 节目录一年了 想弄个感谢记 给大家表示一下感谢 然后 要是好的话 想着以后每个月 要是可以的话 都都上一次课 要是明年开始 而且我们俩还有一个计划 想弄个提示的一个 一个序列的课 呃 然后是弄视频 还是怎么着 还没想好 所以我们俩到时候商量 反正想提示这些 就是给大家讲提示 想不光是有一个 就是我们每一周 放一个这个节目哈 然后也想弄一个 关于练习 呃 有指导的那么一个课 到时候看看上课情况也 嗯 好吧 今天就像这样啊 明天早上两节课啊 哪节课来都行 嗯 我一会把那个课表 发到群里边啊 谢谢大家 今天就像这样啊 想看书的同学 谢谢老师 想看书才可以联系我哈 我给大家发那个书啊 嗯 我下了啊 拜拜 辛苦了 拜拜 谢谢老师